好 最近有个地方总是卡卡的 就是我们的新护证系统了 好像每一次在跨机关通报的时候都会卡住 即接连档机招标又惹争议之后 新版护证系统又被人发现说 新系统原本将医院和法院的出身死亡 证明是有进行同步 但是因为档机频繁 所以目前只有半套 也就是一天的作业日变成要七天 跨机关传送的时间差 不减反增 内政部次长肖佳琪开记者会的时候 就频频抱歉 还买来了临时乖乖 要乖乖干嘛 当然也是希望摆在这个系统上 希望系统可以乖乖的啦